就是很戰戰兢兢的 然後就是有時候有一個字沒有講好 比如說 哇 如果你講 就是我啦 你講哇 就是晚嘛 是晚 而不是我 然後我每次都會講成 晚 然後而不是 哇 然後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哇 發的很 就是標準 所以我覺得是那個 咬字很困難 對 而且本來講的就已經可能 人家聽起來就會覺得什麼 很像 臭臉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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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要唸成 就是像Rap一樣 很快很快快的唸完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你只要有一點點的那個口氣 或者是在我聽來 我都覺得我怎麼唸都差不多 可是老師他一聽就知道說 哇 你這個這樣不行 就是人家就會覺得很好笑 而且這個歌很困難是你 除了要唸很像Rap那種感覺之外 你還要熟悉它的那個grooving 所以其實我們都錄很久 對 對 然後因為你那個grooving好 你唱起來才會有那種感覺 對 才會好聽 所以我們就是 真正在裡面磨了一句 有 超多了 超愛 他會唱是孫子妹的 孫子妹的 而且他會教我這個八封 還有秘密情人 超成熟的 孫妹在這邊就謝謝你唱 然後這兩首歌 讓我這樣在KTV給大家不要歌 然後還有 我小時候就跟我爸唱那個 雙星酒店的 那我唱雪中 雪中紅啊 雪中紅 對啊 還有姜蕙的歌也很好聽 姜蕙的歌都會唱 對啊 不是都會唱是我們都會唱他的歌 對 而且我們今天會點來唱 對 我推我愛月花 你先推了 你今天先推了 那種歌我們三個都喜歡 我先搶先贏 那種歌我在錄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特別 然後當然花了 真的很多的心思在那種歌上面 然後 而且這種那首歌很愛聽 我拿那個袋子給我們 身旁的人朋友啊或家人聽 大家都非常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就一直有個 擺著高度的信心 請期待我愛月花 你不要讓我失望 哈哈哈哈 你不要喊過 對 我真的有點換聽 阿樂搞不好換你回答 我 我喜歡 等你收留我 因為我覺得那首歌很流暢 對 只是後來我一直唱 想擺好心臟很舒服 就是聽到DEMO的時候 我最喜歡那首歌 我覺得那首歌很流暢很順這樣子 聽起來就是舒服 我覺得虛弱很棒 就是她的精神 以及她那種 就是搖滾要死吼這些事情 可是雖然木音當天有點不舒服 可是你唱的時候會覺得很過癮 而且我們唱這首歌 幾乎三個人都用盡了 十年力氣 沒有用過這麼多力氣 在一首歌的力氣去唱這首歌 希望大家可以感覺到 我們唱這首歌的力度 虛弱不要讓我吃亡 我覺得像他們兩個 因為我自己 有一個品牌的行李箱很貴 然後我覺得行李箱 總共是消耗多 然後我都不會想要買 我就買那種幾千塊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 就是送我當聖地獄 因為他們知道我 捨不得買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們會把這種生活 讓我小聖地獄來欣賞你 我覺得比較感動的是 他們的一路的陪伴 然後就是 因為我最近才回頭看以前的自己 我會覺得我自己的個性 或是人有不一樣的成長 那我覺得成長的過程中 我覺得很多地方的我有我的缺點 然後我覺得一路他們的包容 然後陪伴 然後就像鏡子一樣 讓我認識我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很感謝他們的一路 所以沒有一個點是特別感動的 就是整個旅程裡去回想 就是都是很感動的 所以感動是他 我偷偷聽到他們今年要送我一套包子 謝謝 謝謝你們兩個 謝謝你們兩個 有嗎 你真的也偷聽到嗎 我很感動 我很感動你有換聽證 又有換講證 還要繼續工作 好辛苦喔 好可憐喔 我覺得我很同意TV講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很 很幾乎算是朝夕的相處 所以 然後我們的感情又好像家人一樣 其實不會去那種 刻意的去製造那種 很像愛侶才會製造那種驚喜啊 或是什麼 我們之間很少這樣 可是就是 都是一直都很互相 跟彼此想啊 就是有把彼此放在心裡面 然後會去在乎對方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比較難得的感情 因為有些人做朋友 可能他們就比較自私 就沒有管其他人的感受 可是我覺得我們三個都會在乎彼此的感受 然後可能 某一個人的一句話 或是一舉一動 都會牽動我們彼此的那種情緒 其實屬於戲水腸療系的 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 意思是那種 知情的 戲水腸療 你講的有點怪怪吧 她們有個很緊張的 是 所以她們就有溝通的 是 很紛的 beats 真的 快點 感谢观看